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很多网友装修的时候呢不需要找设计师 因为他的房子非常规整 比如说三十一厅 整体做出来呢也没有大度改动 所以说你找不找设计师 效果基本上没有相差多少 但是有些东西你必须提前准备 即使说你找了设计师 这些东西你也必须要自己准备 第一个呢你需要考虑两个位置 第一个冰箱和洗衣机 现在的房子都是客厅比较大 厨房小卧室小 这是普遍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冰箱跟洗衣机位置 就是整体设计的一个关键位置 有些说了啊 我直接找设计师让他们来帮我设计 但是设计师会给你一些方案 最终拿主意的还是您自己 一定要把这个两个位置提前确定好 这样你家里面的整体布局 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变动了 第二个就是你的窗户要不要进行更换 如果说你打算换窗户的话 窗户是在你装修开工之前 必须要提前订好 因为很多窗户呢 它的制作工期会比较长 窗户的安装会影响到后期扑子砖 一定要在扑子砖之前把窗户安好 所以说窗户你要提前把它订出来 第三个就是一些电器 像厨房的啊 内嵌式的电器 比如说我们的蒸箱烤箱啊 洗碗机打算做内嵌式 这些东西呢都必须有特定的尺寸 如果说你打算做定制的话 需要提前安排把定制 尤其是厨房 它的布局做出来 这样呢你装修做改水电的时候 才能够根据定制 根据电器来水电布局 是先做设计 后做水电 水电定好了之后 整体布局就已经确定了 再改动的话 费用会提高很多 第四个装修小白作为业主 您应该多去看一些效果图 大崔建议您呢 从网上看根本就不能有一个真实的体验 要去实体店 要去软装的一些店里面 去坐一坐 去躺在沙发上 或者说啊 坐在椅子上去感受一下啊 大崔之前视频已经给大家提示过 去那些家具店去看一看 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留下来 然后呢 进行搭配 不是从前往后 等到软装的时候 才考虑软装 而是先把软装的东西 先考虑进去 然后前期的东西 再根据你的软装 不同的样式进行搭配 这样才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装修 好了 我是大崔 观众装修每个期间 下场看